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蛋在派对中有一个诡异的诅咒 所有的蛋头上只能长一个咎咒 什么 伙伴们 今天我竟然发现一个打破诅咒的蛋仔 那个蛋的头上是双咎咎 小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蛋在派对中有一个诅咒 就是所有的蛋蛋只能长一个咎咒 不信你们看 系统人也逃脱不了这个诅咒呀 看换新医生头上就是这个咎咒呀 什么 危险 危险 蛋在派对中竟然隐藏着一个打破诅咒的蛋 它是双咎咒 小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官方最喜欢的大黄蛋头上只有一个咎咒呀 所有的蛋仔都是一个咎咒 今天我竟然在蛋仔岛发现一个打破诅咒的蛋仔 那个蛋仔的头上是双咎咒 伙伴 伙伴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在商城里隐藏着一个最恐怖的蛋 名字叫僵尸博士 伙伴们 他就是长了两个咎咒的蛋 有小伙伴告诉我说 我是瞎子吧 他的头上明明只有一个咎咒 伙伴们 错 大错特错 快看呀 僵尸博士有一个升级的功能啊 伙伴 注意看 我们点一下升级 僵尸博士的头上就出现了两个咎咒 有一个咎咒长在他的耳朵里 所以那个恐怖的蛋仔就是僵尸 他长了两个咎咒 有一个在耳朵里 一个在头上 你们知道了吧 我发现了两个咎咒的蛋仔 我发现了三个咎咒的蛋仔